大家好,欢迎收看 12月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花莲县2023科技与艺术教育成果连展活动 3号是在花莲市的中正体育馆盛大的登场 现场有六大体验专区 100个主题的摊位 这一次是以放手玩科技为主要的内容 展示了学校跨领域学习的多元面向 县长徐真卫也特别到场参与了相关科技的展示内容 也希望科技教育能够在各校园内做好扎根的工作 现在行为表示 今年来花莲县教育面向不断推广科技教育以及人文艺术 感谢欢迎政府教育处结合国中小学 让智慧教育中心积极推动科技教育 而让花莲能够迈向智慧城市 智慧这里需要很多基础教育以及基础理念 因此数位提升不论是教育领域 热灵数位机会中心 以及现在各级社团等等 都能够积极让数位能量落实提升 这是迈向智慧城市最重要的一环 更让科技时的生活环境更加的便利 这几年在推动 已经推动到全国是第二年 我们希望延续中华文化的美好 而这个在快慢之间 其实在慢的里面 在修为里面 其实在书法里面是很 一个很好的达到身心里 一个平衡平静的点 所以这也是我们一直不断地往前推进 所以在这里我要再次感谢教育界 我们大家共同牺牲同心 更谢谢我们的科技界 希望未来我们在这个科技的领域里面 可以跟我们所有各个厂商 能够一起来共同合作 让无论是在教学现场 孩子们可以得到最好最及时的一个协助 比方说我们的亲师生平台 其实在孩子在整个线上的作业 也后端的处理数据分析 那整个运用就是非常非常好的方式 也给予家长和老师 在无形中如有天意 而且减少了非常多分析的时间 我想这也是一个用运用科技 让减少老师的负担压力 以及提升老师对于教学上 一些精进的作用 欢迎回家就表示 欢迎回家就表示 麻烦说花脸特色的低益形态 以及文化领域 具备多元且丰富的一文资产 确计欢迎孩子们能够 介由大型展览以及赛色熏陶 进而帮迎国际 展望未来 也希望四十新发展 特色教育落实之下 让所有人认同 看见花脸特色教育的美好 记得教练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